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7月21日,721不见人,五周年不为亡,大家不要忘记721发生什么事,元朗黑夜,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这一天,我们稍后再讲讲关于香港的新闻,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首先要延续上昨天的问题,讲完关于美国的一些事,其实美国的事说不完,不过我起码有些事情不好不快,也希望大家明白,究竟有两个问题,第一,拜登, 会不会退选呢,第二,特朗普是否不会再支持台湾呢,我想这件事是两个基本问题,答案就是说呢,他是不会退选,而特朗普呢,就是拜登不会退选,特朗普呢,是会继续支持台湾的,这个是我的结论,讲了前头先,那为什么呢,我现在分析给大家听,那最近我先讲关于拜登的事,拜登那件事呢, 我发觉到呢,很多人在劝退他,深层政府大发功,深层政府的骨干呢,是一些隐瞪在后方的人士的,大家去过美国罗德岛呢,很多有钱佬住别墅,不知道他什么人来的,没办法好码, 神出鬼没,也都不知道他什么人来的,那些人呢,越低调,越有钱,越能干的人呢,是越不会出声的,OK,那在头面的人物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比如你有奥巴马, 克林顿,克林顿,克林顿家族有希拉尼,那接着奥巴马又,就是Barrick Obama,Michelle Obama,那这些就是他们,门面的人物,门面的外围,才是拜登,才是这些这样的,卡玛拉,卡玛拉,Harris那些人,那这些人呢,基本上对于这个深层政府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运作的话,其实我不是阴谋量的跟大家说,金主是哪个很重要,OK,那最近拜登被挑战的很多点,就是说呢,很多的电视台,很多的媒体,CNN,MS,NBC,ABC,You name it,Time,是不是,就有这个BBC,不断地说,金主山水侯,那佩洛西是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 mouthpiece,就是那些外面讲话的人,就说, 说给大家知道,喂,山水侯啦,重新想过你要不要选啦,猛佬,就是这样跟Joe Biden说,快手决定啦,时间不多的啦,你快要退选啦,这样,而且不是讲一天,讲很多天,没至于年年的,没至于月月的,但起码日日讲先啦,好了,今天讲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搞到民主党分崩离息,很多的众议员,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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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议员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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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啊跳下跳下,搞到呢,最近呢,起码二十八个,就是我和啊杰丝做事…不是,从外面来做事文说到十七个,现在....到二十八个来了,然后呢呢,连这个佩洛西都讲到明的啦,欧巴玛戏都通过他的8 einladaleo,аш most people,其他нова dae smol those tanks,甚至是卡林顿 Dan Ife lah deamberg通过带来的代理人… 就劝退拜登的 也做很多民意调查 显示到三分之二的 其实三分之二的就是65% 65%的民主党人 是要求拜登退选的 就是35%支持他继续选下去 又分析黑人来说 基本上是稍微多些支持拜登继续留任的 但基本上是一半半 大概55对45这样的情况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不乐观 但你不是只要黑人票的嘛 你要全国票的嘛 那你全国来说就是65对35 65要你退35要你不退 哇好伤哦 但你记住这民意调查 调查都不是选票 真正的选票是什么 之前 未发生这个6月底 这个选举风波之前 曾经做的初选 初选1400万人投票支持拜登 去成为民主党的代表人嘛 这些代表人物要在 8月19号开始的民主党代表大会 在芝加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 有责任投拜登一票的嘛 因为他们的mandate 是选民一票一票的给出来的嘛 以这个程序已经close结束的了 你说due process 你怎样unwind呢 你unwind不到 谁要聊这个CNN的6月底的辩论会的 是你拜登嘛 谁回来之后6天在玛丽兰的大会营业训练的 David Kemp 是你嘛 拜登嘛 谁说自己感冒的也是你嘛 现在谁中COVID也是你嘛 认不出最近的国防报章 谁谁都不记得了 拜登就是不记得了 他说dead black man 哇好可疑 即今天 你们这些左交的人 常口声声就说dead black man black man black 我们叫white man 是不是 你可以左交继续这么说的 但是谁是你左交领袖 拜登啊 拜登说什么 这个人是什么 这个国防部长又不记得他的名字 我都记得了 Lloyd James Austin III 简称奥斯丁 Lloyd Austin 黑人 做了陆军的上将 现在就是国防部长 我都记得了 你没有用拜登和比的 但是我只是说 你身为美国总统 你连国防部长的名字都不记得 好了 一次就算了 最近还有很多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多不星数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 Seth Moulton 莫尔顿 7月19日 在媒体专栏发文呼吁 拜登退出这次选举 他透露自己虽然和拜登 有多年的交情 就好像赌神和巴拿马总统 都有几分交情 但是他自己 莫尔顿 是和拜登有多年的交情 不是几分 是很多分的交情 但拜登先前几乎认不出他 时间在之前的洛曼蒂登680周年 纪念日的活动上 拜登的开始竟然没有认出他是谁 这个CNN报道的 这个CNN报道 莫尔顿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 但他看到拜登在和特朗普的辩论的时候 灾难性的表现 令他不得不承认 说他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情况 那么他因此 莫尔顿隔空向拜登 喊话呼吁退选 他认为这个已经超出了 党派成为国家的问题了 喂 他兜一个大圈 说这番说话就是说 你收皮了 退选啦 即是他不说个死字 就是老坑 这个拜登 退选啦 这个放在面前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 结果是什么情况呢 第一 你们这班 民主党的这些媒体 议员 是不是今天才知道拜登的情况呢 是不是白宫隐瞒了你这么多的东西 而今天才透露给你听呢 我都说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这样的说法的 你日日访问他 媒体日日日访问他 那些议员很多跟他见面的 他难道心功怨斧 万历十五年 家庆皇帝 练单的 不跟你见面的 是不是这样呢 你今时今日才跟我说 接着我几日之前做节目都说过 当时很多消息透露 十八个月以来 认知不断衰退 你看不到吗 你们整班人还叫他六月出去CN的辩论 而他自己答应 然后你们每个人在他完了之后 把一段的抹黑他 而你们没有责任吗 你说你刺一个角 有些人说 这班极左派或者深层政府刺一个角 令拜登跳下去 然后推出自己的人选 第一 你现在推不推得出自己人选 OK 完了你的初选 你才跟我说推出自己人选 I don't think so 而我不认为深层政府要撤到这么后面才部署这件事 整件事是失败中的失败 而我不认为深层政府要他做这一次CNN的电视辩论会 你想一想这班深层政府 这班人 常跟拜登接触的人 参议员、众议员、政府各部会的各个部门的首长 媒体 他们今天才知道吗 你听我桑普节目 我都跟你说 他认知又衰退 我不能肯定是柏金森、柏金信 还是爱知海默症 即是老人痴呆 我也都觉得这两个可能都未是 他认知衰退 即是他开始 Dissipation Cognitive Disorder 即是有一些认知上面的失去秩序的问题 失去秩序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看他的表现 看他呢 特朗普就被子弹打 但是他呢 竟然能够敌过子弹 但是拜登敌过楼梯 甚至没有楼梯平地走走 那你会跌到的 上飞机的楼梯 是扑过几次的 很难提 那我当然不希望这个老人家 无论我喜不喜欢他都好 我不希望任何人受伤 但事实上他真的有这样的表现 现在Covid 躲在中国病毒 武汉肺炎 躲在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家里 海边的beach house 那里呢 置我一旁 哇 好难看 整件事就是 又病 你病了三朵 就是不要说Covid 你只是说Covid-19 你已经病了三朵了 哇病君啊 我不可以 我又不免得抹黑你 我们以前被人叫东亚病夫 我叫北美病夫 好吗 世界病夫好吗 我又不想这样屈你 但是真的你经常病咯 病完又病 病完又病 而且你不是病那麽简单 你是老太出现 这个老太呢 是很严重 那怎麽算呢 OK 前后出现那麽多个问题 在NATO的峰会上又失言 记不记得啊 是不是 他竟然叫这个 Carmeled Harris 即他的Vice President 不是Carmeled Harris 是Donald Trump 大哥 我没说错 他说他副总统就是Donald Trump 大哥 我怎麽搞啊 大哥 Zalensky 你说我们欢迎 我们伟大的沃南的总统 普京 然后我说 啊 说错了 其实我经常在想普京 你是扎连斯基 那扎连斯基 臉猛猛地上台 就是这样 你想想 大家 其实心里面都知道 不是有个迷 是很清楚 他认知有太大的问题 是 我觉得这个为什麽深层政府觉得 哇 未来四年撑不住 第一 他操控不住这个人 这个人已经老了 认知衰退 很显然 不可逆转 他的病情 不能和外界透露 但是深层政府 金之如意 深知到 不是金之如意 是深知肚明 深知肚明 这个拜登 都不可能再撑下去 第一 外面很难看 第二 他听不到我说话 他听不到我说 接受不到我指示 他做我要他做的事 所以他要换人 怎样都要换人 牛班的换人 因为这样下去的话 最惨了 拜登搞到整个和晒之后 形象差劣 而我指挥不了这个老人家做事 不行 一定要换人 于是乎 就先不说换人 佩洛西就说 Open Process 公开的程序来做 我请问你 为何你不在初选的时候做呢 That's the point 他早已经知道 为何他不初选的时候做呢 你继续要这个 拜登在那里飞 飞到现在又要换灯呢 怎么换呢 整个制度 你礼崩岳坏 国民党以前搞换处 红秀处风波 到现在都被人唱到现在 换了红秀处 给了韩国瑜想 选总统又输了 到现在被人唱到今天 国民党抵被人唱 但你今天 美国民主党 如果又搞这条路的话 礼崩岳坏 初选结果 你们那帮代表人不尊重 要硬有一个 一帮深层政府跳出来 重新打过牌 憑什么 憑哪个党规啊 大哥 我都说过 没有拜登自愿退选 你后面的事情不需要考虑 而拜登坚持要选下去 OK 事实是怎么样呢 首先就是说 经过NATO的失言 川普的枪击案 还有拜登自己感染COVID-19 中国病毒之后 一连串的民意调查显示 共和党将会赢得总党选举 我看回最新的结果 那七大摇拜州其实全盛 全盛 我记得是什么呢 NATO NATO Arizona Georgia Pansylvania Wisconsin Michigan Minnesota Minnesota 都赢了 跟着 更重要的 Virginia 赢了 以前拜登赢10%的一个州 今次被特朗普倒赢 2-3个百分点 OK 综合各个文字 Virginia 维珍尼亚州 我读书的地方 New Hampshire New Hampshire 基本上一样翻红 再加上第10个州 这个只猜不到 New Jersey 新泽西州 在纽约旁 过了Hudson River 就是New Jersey New Jersey New Jersey 最后就翻红 接着纽约 基本上 民主党 贏共和党的比例 越来越缩少到 个位数的百分点 纽约都随时可能翻红 你选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 你已经不是一个对手 是一个 是一个鱼籃 大佬 你想想 这个不要算普选票 特朗普是以340多的选举人票 当选的机会极大 而特朗普赢拜登 是以倍数计 拜登可能只有一百多张的选举人票 他就赢西岸 即是华盛顿奥瑞 即是纽约 其中的就很大 甚至是纽约 新威克 那些什么 Maryland 有些比如 亿尼奈 譬如说 Colorado 这些 还有一个新米歧斯科 我还没有提及 不提及 但现在是灰色的 即是拖室 即是不一定 是给了拜登的票 所以这些 基本就是崩盘 接着整班 这个深层政府 看到民意调查 崩盘 再加上他控制不了这个人 一定要换人 但是换人是非常难看的 已经有25名民主党的众议员 和3名参议员 要求拜登退选中共28人 这28人你这样跳出来 你叫做没有弯转 你知民主党里面的内控 有拜登继续参选派 还有拜登要他退选派 而深层政府拉起了整班金主 和佩洛西、克林顿、奥巴马 全部都是退选派 那好了 今天我问你 好像最近Vance讲的 J.D.Vance就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参选人 如果这样讲法 你拜登这么差 民主党有这么大的力量 说他要退选 他不退 拜登不退 那相亲问你了 你会不会再支持他呢 你会不会支持他呢 你说你都要支持他 含吕都要支持他 你凭什么呢 你说到他不良于行的 不行的了 输了很多州的了 死定了 那你打哀兵 明知不可以为之 那你已经整个崩盘了 你知道这个人不值得投票给他 所以你要劝他退选 你这个退选就是他赢不到 他不行的 不值得选他做这个美国总统的 你依然投含吕 你凭什么呢 你凭什么呢 还有他搞到他这样的情况 你们这帮人没有责任 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拜登退 OK 那么民主党有35%的人 坚持要拜登选的嘛 那么那35%的人 是不是不投票呢 一不投票 你就死了 死直了 所以搞到现在 这样的分化局面 我经常都说 民主党分崩离息 红海二分 共和党团结热情 胜负已判 这个是神仙难救 你今天整个势一开出来 都知道共和党赢硬的了 就是有什么好说呢 民主党 你投降输一半了 很简单 这帮深层政府 你是不是和Trump好好谈谈 投降输一半 OK 如果你不是这样搞的话 你怎么办 民主党不断是通过媒体 那帮左媒 我每天打开电视 打开网络 打开电脑 就看得到 民主党不断通过CNN BBC 不断在那里唱爱兵 个个都要死老爸 那样的 个个评论人都不想说话的了 我刚刚讲过 有一个CNN的评论人 叫Van Jones 他说子弹难以挡住川普 但是病毒 他击倒拜登 子弹难以杀害川普 但是病毒击倒拜登 那这个再讲这一次 让大家知道 我会认为 他真是中了中国肺炎的 中国病毒的 武汉肺炎的 真的 这个不是 涅槽出来的 不是 但刚刚这个时候 中的时候 是很fatal的 就是致命的 为什么呢 不是对他生命致命 是对他政治生涯致命 整班人跳出来这样做 那我问你深层政府 你现在进退失举 骑虎难下 怎么办 深层政府 索罗斯 就是你怎么办 这个才是大的问题 但是民主党就不断 透过媒体放话 要他收获 要做出退选决定 不过 拜登团队棋牙 他断言否认 誓言参选到底 我都说 没有人逼得他 跟着这一帮新闻政府 说什么呢 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是一个 所以这帮新闻政府 跟着继续逼下去 我这么多日来 我在这个地方做节目 我跟大家说 他不会退的 即使到周末 周五周六的时候 很大的声量 说这个 拜登一定退 因为这个深层政府 已经出手了 是 出重手 奥巴马 克林顿 出卖来 就知道出重手了 但 他不退 就没得退 这个是一个机制 你如果要退 可以 你等于将民主党 整个党内民主程序取消了 而没有任何党内规则根据 你要这样搞法 会起哄的 8月那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 打架 打架 这件事相当可笑 也很可悲 美国的媒体 在这个 就是那些左派媒体 在7月18号陆续透露 拜登近日会做退选决定 最快可能不在日本周末 纽约时报 跟进报道说 拜登最近听得进去一些劝退的声音 态度有所软化 这些全部都是垃圾 拜登已经告诉你 所以你看 纽约时报 自己这么邪恶 他经常搞什么fact check中心 我自己fact check很多东西 他不断用头条 继续散布谣言 就说拜登最近听得进去劝退的声音 态度软化 哪里有 拜登继续说我要选到底 所以你不是谁做了一些假新闻出来 New York Times 共产党操纵的New York Times 资深联邦众议员Adam Schiff Shifty Schiff Adam Schiff 就在18日加入劝退行列 他一向是加州 是不是加州的嘛 众议员要转轨道选参议员 他在7月18日加入劝退行列 联邦参议员Martin Heinrich 就是凯恩·瑞希 都是7月19日加入第三位 劝退拜登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对于这件事的不具名消息来源反击拜登将会退选的放话管道指出 媒体引述默搏环会跳动人士的说法 不是新鲜事 无论这些人是不是跟拜登团队资深人员说得上说话 只要符合媒体风向就可以了 全部是媒体大风向深层政府在发工 这些快线放话者在团队朝胜选方向的时候 还乱说有什么计划是完全错误的 上面透过媒体放话和个人主动公布要求退选的压力 并未让拜登竞选团队或者拜登本人去松口 这些不断的四方八面的压力是没有松口的 而拜登的竞选团队在共互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仍然动作不断 评级已经成为政府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和联邦参议员J.D. Vance 毫无私毫不见放缓竞选活动的迹象 面对党内不断逼供 拜登阵营和白宫幕僚未见示弱 持续公布新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加入支持拜登 就说他自己越来越得道多助 他18日宣布确诊中国病毒武漫肺炎 在家乡Dataware 这个州一定投民主党的 Dataware的Rehobov Beach 来河泊斯坦住所到隔离 就是Beach On the beach 他三日未见公开活动 隔离不做事了 又不读书了 竞选总干事 Jan O'Malley Dillon 迪伦是在MSNBC里面 在19号的节目表示 拜登绝对会选下去 是 拜登 会选 下去 OK 拜登 更加投入 要击败 川普 Tree Trump 今天 Jan 重新 拜登说过太多次 选到底就能够获胜 这是民主党所提名 并会连任 他已经获得了初选之后的 党代表人的提名 并且会连任 距离拜登辩论意外表现 已经三个星期 民主党这波舆论攻势 并未让拜登松口 但压力将会继续持续 未来几天也会继续攻他 攻到他 拖到是哪个时候 我告诉你一个关键事 8月1日 我再说一次 8月1日 不是8月19日的民主党当被帝国 因为8月1日是一个关键事 民主党要搞真正的每一周 是哪一个 即是说他要扎名 即是说每一个州本身要埋位 哪一个 那你再说一些选举人 你投谁 如果从今天开始 十日之内没有结果 拜登受得到这十日 他是神仙过关的 就可以继续选下去 但我不知道那些 要他退选的那班议员 深层政府 奥巴马 佩洛西 克林顿 或者这班众议员 参议员 要怎么放呢 Adam Schiff要怎么算呢 Chuck Schumer要怎么算呢 这些大头 他怎么搞呢 是不是 哇 又180度转弯 哎 我们要参拜得 很难看 是不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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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党最佳的宣传 你觉得 你都觉得他没有资格 算了 你还要参与他 是吧 那你的助手 Kamala Harris 有个个人想 王浦加身他 他又选不到 他和你做 副助副手 他有什么感想 我想问一下 这个情况 所以很难看 It's rubbish 整件事是历史的垃圾时间 民主党的垃圾时间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报道 有七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 公开表态支持拜登退选 而The Hill国会山庄报 引述了解白宫内幕人士支持的 说法强调 拜登和团队的态度强硬到不得了 他会选到底 会选赢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他的团队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的讯息 就是 一直要选到底 不会退却 我觉得这个 我给一个credit 和手指公给拜登 为什么呢 他起码 我看到是民主党的总统 唯一的一次 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对抗深层政府 我真心 他们做了契弟多久 这次是拜登的唯一一次叛变 也是最后一次叛变 人家已经要挟了山水喉 先由迪士尼到Netflix 说山水喉 越山越多 然后佩洛西说 所有金主都停了 然后看一看民主党 整个竞选的情况 在七月这个月 是预计的竞选的收入 只是拿到25% 即是只剩下四分一的钱 在钱水里面 继续用 刚刚他旁边 停止了广告 去cut budget OK 纯粹推周 但真的 他没有钱选下去 喂 美国总统大选 是钱的游戏 你没有钱选下去 哪里可以做这么多的广告 这么多的Ads 使得别人觉得你strong 是投票给你呢 是不是 和工会的关系 你怎么办呢 你和各个社区 你都要派片的 大哥 你都要不同的地方 要有政策的推荐 原来你 哇 连些banner都挂不出来 怎么办 这个是钱的游戏 是人的游戏 是事的游戏 你玩不行的 所以我就说 最后他挺得住这十天 搞到他是唯一 让子弹飞 这个深层政府都要压住在他身上 他那些钱就继续来咯 钱就会继续来咯 他是这样想的 那他这个想法呢 是孤主一集 我觉得他有机会赢 OK To be honest 我觉得 我respect 我今天是第一次respect 拜登 第一 他打电话给特朗普 威问他 第二 对抗深层政府 喂 好难得的 大哥 是不是 我 打电话就好容易的 对抗深层政府就好难的 这件事呢 我会给他一个手指光 那 大家清楚呢 就是说他支持到已经下滑的了 那不如归去啦 我经常都说啦 这件事就 没有弯转的了 那这一点他们要搞清楚 你认不到人 又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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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范思 大家知道呢 就是说呢 特朗普是说了言论的 那很多人都问我怎么看 我在一些 华语节目呢 都起码有两个 有一个同志文明夫 在《补导新星》 在会议业务路上跟大家分享啦 有一个是《新闻大破解》 我们都会讲过这个问题 那 特朗普就说呢 台湾奪走了美国的晶片业 100%的晶片生意 台湾相距中国呢 只是68英里 但是美国和台湾相距9500英里 那么美国很难去协防台湾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呢 台湾应该要支付国防军费 台湾 should pay us for defense 他给我们 拿我们什么呢 拿我们的 defense 就是国防 这个就是 要给我们的 当我们保单 给我们保费 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保险公司去做 那就对了 那么很多的台湾的 就是他讲的两点就是 第一 你没有给我国防军费 第二 你抢走我所有的晶片产业 100%是你们生产 你们很高兴 非常有钱 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么很多人就说呢 这个又开始移美论 仇美论 就会出来了 甚至你看到 欧文哲就说 民众党说 台湾首在第一倒链 帮美国党在这个地方 还要台湾给钱给美国吗 你说清楚 我要给钱给他 他要给钱给我 我在这个党 你党什么 党条毛 你这么把炮 那你自己爱台湾 全部打他 是吧 所以台湾当然要是国防上自主自立自强 但我们不可能说不要美国帮忙 这是很客观的行为 很多台湾的评论人 根本不懂读别人美式的谈判策略 还有他不读不明白别人的东西 他觉得美国要说台湾奪走了美国所有的晶片业 接着开始发烂炸了 一大堆台湾主流的政界评论人就开始说 台湾并没有奪走美国的晶片的晶片业的 台湾是肯均真地自费加强自我防卫 军军精真真 Armsting Transaction 每一样东西都是和美国一起deal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我奪走你的晶片业 喂你这么有本事的 你美国的劳工全部在阿里桑那生产不需要靠我的厂 你要靠我一定我有规模经济 世界是一个大的经济体系 你要靠我因为我够便宜 我够精 我够这个店 质量我够得到你的任用 你有本事你自己生产吧 台湾是这样回应 他说 台湾并没有奪走美国的晶片业 台湾有给军费 美国不要胡思联想 然后开始说 特朗普政策不可測不可控得人驚 完全不讲人权民主法治 不讲维护台湾的价值 只是想着利益利益利益 因此这个不可控的地方 增添世界各地的不确定性 你看几多的香港评论人 台湾评论人都这么说话 我在这里真的要完全挂这帮人的霸 为什么呢 你们看完这些左媒 而且真的很不了解 第一 我不知道你们是读小书 读难书 还是读多书 读好书 今天你真的要了解 一个businessman 是如何做生意 一个政治人物 其实道理是一样 政治人物是如何谈判的 你可以参考 特朗普以前那本书的 《交易的艺术》 《Art of the Deal》 80年代的书 很好看的 香港的时候我打书钉 看完整本书的 什么叫做要看房地产 当时做房地产的 他要下街 每个地方亲力亲为 去见证不同的东西 不要看别人给你的报告 你要自己亲力亲为去做 就好像以前 有一个黄天的 有一套 创世的 什么 那些 有起多 黑骨铭心事的那部 那部 你想想那部 这部电影是说一个做生意的人 不要只相信你那些秘书 那些顾问给你的报告 你要去落地去问人 看东西 感受当地的环境 这个就是做生意的 Dual Diligence 同时 我让大家知道 他怎样对中国 和对台湾的策略是不同的 做Dual是怎样做的 这个是我的演绎 我看完本书之后 消化了演绎 我演绎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想法 美国对台湾是怎样做的 以质逼量 以质quality 去逼 quantity 很多人不明白 什么叫以质逼量 你呢 就没有给过我的军费 你根本呢 就拿走我的晶片业 这两句话呢 都是Qualitative的 即是说呢 他在说有与没有 有拿走 没有拿走 有给 没有给 接着你呢 就跳过来跟我拗 我哪里没有给呀 OK 我哪里有抢你的东西 You're on the wrong page OK 他后面的揭后语 是量的问题 即是说 我知是台式电 不改变你的策略 但我要逼你改变策略 为什么呢 你海外投资三个大厂 一个在美国阿里桑纳 一个在日本这个红本 一个在德国 三个 正在建的 阿里桑纳都正在建的 还没搞定的 美国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晶片 给你生产 第一 全部在台湾生产 没有resilience 不够安全 没有这个供应链的韧性 我在这个美国上 当然相信你台湾的质素 我继续跟你买 但是你可不可以多一些投资 在美国上 一个厂 够不够啊 请一万 二万 三万 够不够啊 我们工人要就业 要饭满 第二 也都要什么呢 供应链人性 你给不给到我 你在这个地方生产 你给不到全部 我不是要你台积电 废了你所有在这个地方的生产 我们美国很多企业都在台湾投资 但是台湾 距离中国始终较近 一定有危险 当真是 哇 冰空战危的时候 不断打几个飞弹 共产党解放军 打几个飞弹来的时候 炸到个厂 我都不得了的啊 我从美国的角度看 是不是就是说 我今天可以继续靠你台湾 但是有一天没有你台湾 我可以很短期之内 透过美国的厂 我立即可以自主生产 这个是美国的想法嘛 从美国国家的你来说 这个有他的道理的嘛 但从台湾来说 就变成了美国的博弈咯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在量方面 要谈了 即是说呢 究竟要投资多少 先大家 可以找到一条truth line 有例如说国防经费 台湾今年2024年国防预算 6068亿台币 占GDP2.5% 拉牛上市很多年了 然后最近几年才破2% 现在有2.5% 这是今年而已 那未来会不会继续加呢 会 那之前放风就说要3-3.5% of GDP 这个就是美国要的 最近呢 Robert O'Brien Trump的之前的 国防国安顾问 就说5% 其实这件事呢 5%是同样讲的 因为美国的国防支出 都占他们GDP的3.2% 那么你要台湾交到5% 那么我明白 因为台湾更加需要呢 去防卫中国 OK 比美国更加重要 但是是不是1-5先 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的 或者我们看 5%是放什么地方是重要的 或者3-4%放什么地方是重要的 这些数字可以谈 他就是说 你不是没有给国防军费 是你给得不够 给多一点 而讲这件事之前 谈判技巧一定说 你没有给 一定说你拿走我的产业 这个是所有谈判是大人的方式来的 但目的是以质去逼量 行不行 这个就是对于台湾是这样做 但是对极权国家 就是对民主自由 那些 就反过来 以量逼质 什么以量逼质呢 60%关税 100%关税 200%关税 量逼质 我没有说要封绝你的 但是你说的 我没有说贸易战 good friend 非常喜欢你 杂猪头 我就说 这件事 4-4-6-6差点 60%关税 起跳 ok 对于那些产品的 100%关税 所以量而已 你有本事就给了 以量逼质是什么意思 我不跟你说 我抵制你 就是不要经常找到那些 advocacy那些人说的 我不是抵制你 我不是没有那些advocacy的人 就是那些倡议的人 我不是抵制你 我是说 我不是增加我的税项 你有本事你就撕到60%的 那我就600了 你撕到就是6000 你撕到就是入来 看你那个车怎么买 ok 我以量来逼质 我跟你说是一个quantity的东西 事实上是一个 跟你终止交易 zero 是以量来逼质 对付恶棍 这个教大家做生意谈是这样 对付恶棍是以量逼质 不要说no 要说60% 对付善逆 伙伴 朋友 就以质 逼量 而你不要忘记 特朗普不是一个毫无价值基础的现实主义者 他是一个realist 但realist里面是value based 特朗普不会放弃台湾 如果他要放弃台湾 如果他要放弃台湾 不会在他这篇广告里面 起码说两三次台湾 不会和大家说 台湾应该要给军费 他连机会都不给你 美国没有责任保卫你 美国有责任保卫自己 但他觉得你不争气 台湾今天 你是不是应该自己争气 争这一口气 说给大家知道 你自己怎么去 争争国防 你买我的武器 美国当然不欢喜 但台湾也不争取自己的利益 是不行的 最近 特朗普国安顾问 Robert O'Brien 说 其实目的 就是要美中用100%的关税 不会助长通货膨胀 为什么 我没有中国货 其他地方供货给我 我就买日本货 买台湾货 我不会助长通账 因为现在 美中的贸易已经开始跌了 战略脱勾是重要 他说台湾 给个建议给台湾 台湾就是面对着一头monster 一只怪兽 这个就是CCP 国防支出经济 但是 占的比率 至少要和中国一样 最好能够达到5% 他说台湾人 必须要像我们美国人 对他们台湾的期望一样 渴望自由与独立 如果 Rober O'Brien 和必须要为自由挺身而出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OK 就是说他今天是用客的警告的方式 要你和他做这件事 而当contract的精神 当你台湾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保单的关系 就是说今天我给钱给你了 你由GDP的2%加到5%国防经费 买一大堆的武器 OK 我们要求美国能够跟我签这份保单 你是我的insurer 你是我的保险人 你签这份保单 我就得到保险的服务 我给钱 你给服务 合约 明码实价 有几个好处 第一 台湾不会再说我是freerider 不是说 美国你为了你的利益 才要保台湾 所以我就丢了手 总之你一定保我的 你美国老大哥 我不给钱你了 反正你救我 是你自己的利益 你自己的责任 关我什么事 台湾不可以再这样说 台湾要说 我今天给钱给你 我换取这个服务 你保护我 OK 但同时 台湾要 不要只是说 yes 台湾要列出一个wish list 清单是什么 我要美国对应什么 给我听 这个wish list 由最简单 譬如汪浩说过 有一些美军的艦队 每一个星期 每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巡逆台湾合入一次 航空母船 不会只是驱逐船 是航空母船 巡逆台湾海峡 或者加强驻军 加多驻军 给更多先进的武器 更快能够提供这些武器 开放基隆 和高雄 这两个港口 被美军停泊 就好像 韩国 日本的若干的港口一样 变成军港 或者美军驻军之后 能够形成一个台美之间的 共同防御条约的新签订 战略清晰 战略清晰 不只是协助台湾自围的台湾 关系法内容 协防台湾 即是美国愿意收钱 协防台湾 有水过水 我会帮你 另外 更还有 承认台湾主权独立的地位 承认我们的国家之后建交 协助我们入联 加入其他组织 一中一台 这个就是整个 wish data 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而他们帮我们 正因为台湾不是中国 我们要抗中保台 我们什么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派 我想在刚刚说的说话里面 你喜欢把这些 台湾这个字 substitute 做中华民国 任得你说 我说的实质 我说substance 我不是跟你搞一些 花言考语 我不跟你说 什么中华民国是好 还是台湾共和国好 还是台湾国好 我才不说这些名 我跟你说的实 实就是刚刚说的 如果你认为这样对的话 就一起行 一起战斗 渴望自由与独立 一起去战斗到底 余茂春反驳阿文哲 他说 特朗普 并没有说过 美国不会防卫台湾 而是说台湾应该为集体防卫 分担更多费用 他说台湾关系法 防卫台湾就是国家的共识 一定要现在最高的战略目标 是要产生阻核力 deterrence 这个阻核力 是现在这个阶段 最核心的部分 如果我们要去战斗台北 我们会去战斗北京 这个是最大的阻核力 除此之外 当然实际上要人感受到这个阻核力 最近这个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冯德来恩 已经连任了 以401票高票对254票的反对票 连任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 他都会坚持对台湾的声援 现在都很感谢 但欧洲只要架一个非常大的距离 他们的实力 金钱都远远不及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台湾 如果你说台湾最需要的盟邦 其实不是几多邦交国 美国占七成 日本占两成 这个已经九成 剩下一成的是靠其他国家 我们当然欢迎其他国家支持我们 但我想美国和日本的支持是最最最关键的 在这个时候 我知道有很多共和党的参议员 众议员 比如Michael McCaul Diaz Ballard 这些是共和党的分别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他们都认为台湾应该自快去美国军购 相信特朗普将会继续挺台 比如Michael McCaul 说特朗普认为美国民有应该在自我方位中 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正确的 甚至这个Diaz Ballard 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说美国坚持坚定支持有台湾人 我是不会怀疑的 特朗普的 也都支持他继续下去 反而民主党的人非常奇怪 比如民主党的众议员 Raja Krishma Muthy 他说特朗普这样说是出卖台湾 betray 甚至无理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 说台湾一直自费加强防卫 美国没有做慈善 台湾向美国采购数十亿元的军备 有关地区安全对美国经济很重要 表面说这些说法 其实我没有说他错 而你根本上误解了别人说的意思 台湾一大堆的评论人 一大堆的电视节目 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的 都在用米勒这条线 大家继续说 我觉得非常愚蠢 stupid 即你根本上你不知道什么的negotiation 什么的Trump 他为什么art of the deal这本书都没有看过 所以我就说 看了什么John Ross Michelle Foucault Dehida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 看完左交的书 自己的历史哲学 什么都昇华了 读小书 读难书 我不想说读屎片 读小书 读难书 读左交书 结果整天阻来阻去 交来交去 愚交此七 自己不以为此 是不是 这些人大把 我只是说 去到今时今日 有很多个台湾人的经验外 拜登是多边主义 能预测 yes 但多边主义 是最坏的情况 多极的世界 是对世界极危险的情况 Trump 是不安排你出摆 他们这么说 是个癫佬 重视利益 厚力博弈 寡情博幸 重力轻易 于是乎就说 这个是他们的情况 我都是荒谬的 什么是不安排你出牌 我已经讲了排列给大家听 这个排列由2016年到2020年都是这样 到今天都是这样的 一直没有变过 是你不知道排列 就是说别人不安排你出牌 别人安排你出牌 是你stupid lazy OK 偽善 摆明看到 当看不到 接着说别人不安排你出牌 所以我骂得那些人很重要 醒目一点 OK 醒一点 醒一点 不要经常被这帮人带着方向走 我想起这个是我极度关注 你看中国共产党的外包 怎么说 美国持续对台军售 严重破坏 是双方继续军控初商的政治气氛 中方决定暂停和美国新一轮的军备控制与核武扩散的协商 那是不是暂停 是民主党这帮基辛格的左派信徒 不一直觉得一定要用沟通来管控分歧 接着用这个底下的方式 大家这帮智富和中国赚大钱发大财 你看基辛格的徒子徒孙 每次我和明居正老师讲到这个地方 他说基辛格就是美奸卖国策 这个就是我们相同的结论 你会看回这个就是中国的看法 共和党的看法和民主党是很不同的 民主党就觉得要沟通 管控分歧 这个民主党一直的看法 共和党新一派的看法已经不是这样 共和党以前建制派的看法也是这样 小布殊老布殊的时代也是这样 但现在在特朗普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说要是 这不是管控就是管控 反正我们这不是断就断 我们以实力 谋取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沟通是谋取不到和平 沟通是赚生意 拿利益的 只是用你的实力 阻吓 谋取和平 不要刻连于任何这些无谓的沟通上 以为这样的管控分歧 实际上就是 被他逐步拆反滲透 而很多猫腻在里面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OK 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点说一次 就是我对了特朗普的这个 希望台湾给军费 还有更多晶片业投资 美国的看法 顺着他去 好好谈判 你记住是量的谈判 不是质的谈判 整件事一定会成功的 这个谈判可能会比 2000年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世贸谈判 是更加严峻的 因为你要面对的是 单一 你的最大需要帮手的盟邦 自己的bargaining power 可能会极低的 而怎样在这个过程之中 给到人家信心 Robert O'Brien 已经给了底牌给你看的了 要让我女儿保护台湾 其实包括了要我美国保护台湾 我要看到台湾人的意志 必须他们能够为自由和独立 挺身而出 同样的 未来要香港光复 而如果需要依赖外国势力的话 需要让人看到 我们香港人的坚强意志 为自由和独立 挺身而出 你没有这个节气 天天以为躺平 那是不行的 今天我不会怪 但是去到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这个喷涌的力量 是相当强的 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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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